今天想跟大家講講教育的問題 教育的失敗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同意 因為我兒子袁摩他上小學之前 那段時間我就看了很多本書 關於教育的 當然全部都是外國寫的 主要是美國的人寫的 也不是一些主流的教育理論 可以說他是很反傳統的教育看法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同意 不過我想分享一下 因為我非常非常之認同 那首先我想講 為什麼會認為教育是失敗 現在教育實在是失敗的呢 我覺得從一個很... 尤其是現代 我們小時候可能稍微會好一點 但是出來的效果是一樣的 大部分受過教育的人 他們都不會覺得自己很成功 或者教育是令人生很成功 只有小部分的人 是會覺得自己成功的 從這樣看 我又覺得 因為你用了這麼多時間 尤其是現在 這麼辛苦 迫小孩子去做操練 也好去讀書 去考試 做很多事情 然後得出來的效果 是那個人 那個小朋友成長了之後 他成長的過程 這麼多年都很不開心 然後做了一些事情是沒有用的 學的事情是沒有用的 考完試之後 有些人高分 有些人低分 高分的那些OK 開心 入到他自己心意的名下 或者大學 但是入不到那些 就是覺得很失敗 很有錯敗感 然後這麼多年 是完全可以說是浪費 那我就認為 這樣的教育制度 從我的判斷來說 應該叫做失敗的教育制度 但是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 我覺得是有幾個很基本 很基本的一些錯誤的思維 但是當然也是一個歷史原因 令到今天的教育是這樣 令到整個制度是失敗的 然後我慢慢做 首先我去分析一下 從來看這麼多本書 這麼多人類學家 心理學家 社會學家 教育學家 甚至乎經濟學家 在生物學家的分析之下 為什麼會產生今天的教育制度 我希望下次慢慢去講 因為實在這個話題 太過廣泛 太過深入 然後 那有什麼解決方法 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 希望下幾集 慢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聽 就給個like 讓我知道多人喜歡聽 我繼續說 如果沒有人聽 就不要說 所以今天集又是試一下 因為工作太忙 唯有開車的時間 講這些話 不可以像另外魚巴治港的頻道 這麼浪費時間去拍這些影片 先說一下正題 為什麼教育失敗 首先主要一個基礎上的錯誤 就是從教育這兩個字 本身我們已經觀察到 在英文叫做education 英文字只是一個字 你認知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很多人有點不同 但是 從中文來說 教育就是兩個字 教 一個用 教育的目的當然是 令到那個小朋友 慢慢慢慢去學習很多的東西 令到自己將來 長大了之後 出來社會 他會去應對 可以做到很多有用有意義的東西 所以這就是教育的目的 但是教育是怎樣 從字面就知道 就是教育 教育 就是培育 意思 是一個由上而下的 由我們的大人 包括老師 教育局 專家 我都認為 小朋友 要去學這些東西 我們要去教他們這些東西 這樣才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才 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 需要懂得微積分 需要懂得代數 需要懂得生物 化學 物理 地理 歷史 才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這樣的一個心態 主要的問題就是教 OK 但是我看的那些書 我自己都覺得 我個人經驗都覺得 你去教一個小朋友 他們是絕對不會喜歡去學的 你越叫他去做的事 所以他就越不會想去做 這是第一 這是心理上會有這個影響 相反來說 如果那個小朋友 他想去學一件事 他自己自己 無緣無故突然 心血內潮也好 看到其他人做也好 他突然想去學一件事 他就會很有心去學 你不需要教他 他自己就去學 然後他會學得相當之好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 教和學的一個錯誤 OK 我們的專家就認為 我們要教他這些 但是實際上 在人類的一個本能也好 心理也好 加上我自己的經驗也好 我如果要學一件事 我會很努力 OK 那我呢 可能是其中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比較少有些的例子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教育 現今的教育制度 是會產生了三類的見過出來的 即是現在一個強迫性 一些有上以下的教育 一個理念 即是規定了課程 你要這樣去考 高分 你就成為好的學校 就和其他的同學一起讀書 即是名校 或者好的學校 然後再上中學 大學 一路都是一些好的在一起 自然那群人出來的考試成績 就一定會好些 自然總有些人 就很適應這個制度 他們會很成功的 出來做醫生 做律師 或者大家心儀的一些高端的行業 現在可能是做電腦 IT 可以出國找一份好工 做一個好人工 或者做一個專業人士 會計師 或者銀行家 第一類 這些成功的 在這個制度下 成功的人 是第一類 但相信大家都明白 這是一個小數 你說有一千個學生 大家都要走這個制度 你希望你的兒子或女兒 將來是成功的1%左右 我相信是3% 一千個裡面有三十個 是會很成功的 你的兒子或女兒 你不斷逼她 她是有機會成為成功的小數 但是這個世界 不用說 數字的事情 數字就是數字 總之 大部分人 是不會達到 他所謂的成功理想 實際上是不可能 醫學院只有那幾個位 就不可以讓所有人都做醫生 法律學院也一樣 所以第一類人 就是成功的 這個制度之下 成功的這些朋友 然後第二類 就是絕大部分 她們浪費了很多時間 她就很平庸 甚至乎很失敗 成功的人 尤其是讀書的時候 就不斷地疼 然後又很無意思 但是在那裡坐 很辛苦 很辛苦 導致很多社會問題 譬如抑鬱 壓力 甚至自殺 這些問題 會出現 另外 還有一類更加少數的人 都不是的 應該都有相當的人 甚至我自己的朋友中間 他在這個教育制度下 這個考試制度 就是考試平衡制度下 他是不會得到很高分的 因為他適應不了 但是他本人的人 其實是沒有 他本身也不是一個蠢人 也有相當聰明的人 那他就可以 就算他的分數下得不好 沒有入到名校 甚至乎沒有中學畢業 或者沒有大學畢業 他都可以很成功 我的朋友之中 例如開工廠也好 做某些專業的行業 做得很好 自己出來做生意 做得很好 亦都有很多成功的朋友 如果利用我們這個教育制度 的方法去考核他 你是說他是失敗的 但是他的人生是精彩 和成功的 在各方面 最主要是這三類的人 怎樣說也好 應該大家都不需要去做統計 都知道 第二類中間那一類 是大部分的人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 我也想說 因為形成了這個教育制度 就是要通過考試去篩選人 然後篩選精英出來 精英之後又再精英 精英之後又再提議 那久而久之呢 大家的家長 又很怕會 很怕會輸蝕 就認為 除了走這條路 就沒有另一條路 可以讓小朋友走 你不用想 你一定是要走這條精英的路 要不然呢 你這個人就會失敗 所以大家前意識 有這個概念 自己家長之間是這樣認為 小朋友很聰明 你在想什麼 你動一條路 他知道你在想什麼 真的很聰明 那前而默化之下 有很多小朋友 都自己洗了路 覺得 哎呀死了 我考試下當不好 我不考頭實名 我就說我的人生就是失敗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很大的 這種心理的問題 加上是社會的問題 我想說一下 首先今天的主題就是 教和學 是一個相對的東西 大家會認識 我教他就會學 絕對不是 我想問大家 你在中學或者中學 學學等數學 或者是物理化學 或者歷史 你在你的人生 或者工作上 有沒有用過呢 不要說有沒有用過 你考完就已經忘記了 你說那些微積分 我當時 我當時 屬於一個小數的 我 很幸運 我那間學校 我那間中學的老師 我當時是替你選擇自己的 我當時的老師 都算相當之好 他們是令到我們 對這個科目很有興趣 例如我自己來說 就是物理 我對物理特別有興趣 還有生物學 我也很有興趣 我當時自己是因為 我不是老師 要逼我去學很多這些物理的東西 而是我自己 聽他說過之後 很有趣 我自己去學 跟一個物理的一個 課題 例如說地心吸力 才算 Gravity 除了教科書 講過那幾段之後 我會自己去圖書館 當時沒有Google 沒有上網看 沒有YouTube 自己去圖書館 去找這些相關的書 物理的書 由不同的作者 去看同一個話題 例如說地心吸力 叫做萬有引力 用不同的角度去解說這件事 從而我覺得很有趣 很有趣 我對這個 這個題目 對這個法國 萬有引力這個話題 我就有很深的研究 包括歷史上 為何那些人會這樣想 開頭為何會覺得不是 後來又怎樣是 哪個科學家做什麼 物理學的歷史 我也走去轉型 我想舉出一個例子 你如果逼一個小孩 學到他當時沒有興趣的東西 他是為了考試 他操練操練 絕對是浪費時間 浪費了大家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有辦法 令到小孩對某些東西有興趣 他自己去學 是一個絕對是市盤公盤的方法 所以首先我要 今天一集 先不講太多其他字節 先講教語學的問題 我不知道大家會否同意我剛才說過的例子 但是傳統教學 首先是斟酌於 我有這樣的課程 有這樣的課程 因為考試要考這些東西 所以我要教這些東西 沒有人會問為何一定要教這些東西 為何不可以讓小孩自己去學 首先我可以和大家先講一講 這個話題 暫時先講了這麼多